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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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Style Master 2023怪物職人 方正倫 我覺得就是在一個 你喜歡的這個 產業一直走下去 一直研究下去 這個就是一個職人的精神 其實我覺得我在咖啡這一塊 比如說我在做一些品種的研究 或者是處理法的實驗 其實是花了很長的時間在累積 那目前其實在台灣來講 在做這一塊 品種跟這個處理法的研究 其實沒有太多人在做執行 我的怪物特質應該是在 這些比較細微的研究領域上面 一直在專精下去 那也跟怪物的性格 我覺得應該也是差不多 其實是我父親的這個 算是 以前的一個經驗 他其實就跟我們講 遇到一件困難的事情 很有可能其實是因為 無形之中會開啟另外一道門 所產生的一個危機 或者是難受的事情 其實我就是一直保持這個信念 就是遇到困難 他一定就是有一些轉機 要讓你去改變 那確實在這我回來23年當中 遇到大概兩到三次非常難受的一些事情 但是往往發現到其實你得到的東西是更多的 那我現在的話呢 就是可能要先把第一個 把我認為這最好的品種先選拔出來 那選拔出來之後呢 我慢慢提升產能 那提升到一個階段之後呢 希望這個咖啡 可以直接傳達到世界各地 有在關注精品咖啡肉的玩家身上 我覺得是堅持 還有你的心態 不要說遇到困難 就是啊我就碰壁了 就往別的地方走 那你堅持既然要走這個產業 你就盡量要變成這個產業的專業人士 那你這個專業無形之中 就會變成是你一個強大的武器 可以面對任何的一個 就是市場的這個挑戰啊 或者是一些專業人士的詢問 我覺得這個專業是非常必要的